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Ryan 欸郭大 今天找我有什麼事情 因為我想說好像很少看到你講銅錶 你有發現齁 對啊我想說親銅錶最近也看到不錯的啊 你都沒有講過耶 也蠻多讀者在問的 對啊 但其實講真的 郭大我對銅錶有一點小小的介意 小小的介意 是因為那個秀班嗎 對對對 其實我代表有點貴嘛 我喜歡手錶乾乾淨淨的 對對對 我不喜歡長出那種像發霉的那種 有沒有 就有點噁心啊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 我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買過一支銅錶 就是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買過 還沒有買過 喔 但這其實說真的啦 如果銅錶不要有那麼多 那種突出的那種像發霉那種東西 它只要單純有痕跡就好了 那也不錯啊 就是一種自己的印記嘛 對啊 那就很棒了 喔 所以這種的你就可以 這種我就可以接受 喔 而且我知道有品牌現在可能聽到郭大的聲音 喔 有出了是不是 有出這樣一個 在我心裡面算是完美的銅錶 完美 在你心裡面完美 完美 喔那一定很厲害囉 喔 庫哥傳掌系列 對 那郭大為什麼這樣講 這款雷達的銅錶呢 它有一個跟人家完全不一樣的特色在於說 出廠的時候啊 就在整個錶的上面度了23K斤的純金 我知道三微米嘛 對三微米度 那各位你知道 一般我們說鍍金的手錶啊 嗯 PVD的手錶 它鍍了五微米 喔一般是五微米就對了 對 它鍍了三微米 喔它更薄 其實這樣的厚度已經夠了 因為它的目的在於說 它出廠以後 到錶店它不能馬上賣掉嘛 喔就不會氧化 對啊 所以你拿到的時候就會是新的就對了 對 而且 這是一個嘛 對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啦 它其實跟銅會不會長出那種發霉的東西 是比較沒關係的 喔 因為你有沒有發霉 其實我要看它的合金的材質 喔比例也有關係 比例這些 對 雷達這款錶是用了銅鋁合金 嗯 基本上銅鋁合金是不會長出那些 喔不會長到一顆一顆那種 對 有的那個很像有點 對對對 喔 所以即便這個 鍍金褪色以後呢 嗯 你放心 它也只會有歲月痕跡而已 喔它只會有板在上面 對 了解 最後還有一點 喔還有 就像我們去十分水庫 要幹嘛你知道嗎 十分水庫 看洩洪 喔 活魚三吃 這個一錶三用 一錶三用 庫哥都讓你出海抓魚就對了 抓魚以後回來活魚三吃 自己抓自己吃 這個一樣三吃 為什麼 第一個 它現在因為它有鍍金嘛 嗯 所以它色澤光澤都很漂亮 喔對有點像那個香檳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其實這個也是銅錶的優點 它有點像桂金屬有沒有 嗯 看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玫瑰金嘛 所以你可以先享受 它是玫瑰金金錶的感覺 嗯 第二個 它鍍膜退掉 它可能亮度會比較暗淡一點 喔就你退掉就是一隻青銅的感覺 對對對 回到你真正本身 你本尊就青銅錶嘛 啊第三吃就是它的氧化物 對 欸聰明 舉一反三就這樣來的 難怪是三吃 對不對是不是三吃 真的三吃 所以你分了三個階段 而且你每個階段 你有不同的享受 欸對 就是你可以觀看它那個色澤的變化 對啊 欸還蠻有趣的 是不是很有意思 對還蠻有意思 那一半的手錶你沒辦法去體會到這些變化 嗯 只有你那個歌 劃到的時候心動而已 對啊 欸這樣還蠻有趣 那個時間流逝不只在指針那個走勢 還在表殼上面 是啊 所以你看光表殼就有這麼多樂趣 喔 所以 國大完全對銅錶改觀 就從雷達的擴克穿上系列開始 喔 這種你就很可以 我很可以 要送我嗎 要你送我還差不多 我送你 我也很喜歡 Brian 我們說這隻銅錶 它不只這個材質很棒 嗯 我覺得 它可以抓住我的心 我最近是因為它外型很好看 我很尷尬 外型 凸型的鏡面啊 這些 對我一開始也是被它的外型吸引 是吧 對它這個就是復刻1962年的款式 喔唷有學問喔 對有學問 有校問 好 它這個復刻款式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的 這個潛水錶的這個外型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粗狂 就比較優雅 比較適合像有這種文人氣息 就是文青型的啦 對文青型對不對 然後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 我知道郭大爺也很喜歡 就是它你看它的鏡面 對啊 對 它的香型藍寶石玻璃鏡面 我非常喜歡 而且它弧度線條很漂亮 對 弧度線條很漂亮 然後它的外圈 技術外圈也是內鞋式的 很少見齁 對蠻少見的 就比較可以避免你去碰撞到 然後再加上玻璃又比較凸 所以你根本就可以避免那個碰撞 但是 欸這還沒完喔 它的錶盤的那個 錶盤石標那一圈又往外寫 所以它這整個 從旁邊看下去 它的那個視覺就會有一種 放大的感覺 嗯 對我覺得這個也很特別 很有立體感 對很有立體感 嗯而且 我知道你上次還告訴 上次伯蘭還跟我講的一個小機關喔 我們雷達的logo啊 喔對它的logo 那個船毛 它的logo很可愛 很可愛 一個船毛在那裡 然後是會動的 會動的 只要是機械錶 它船毛是會動的 對它船毛是會動的 對它們是說就是這個船毛啊 它的那個上的那個油跟裡面的那個 機械機芯的齒輪是一樣的 是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發現 欸我的船毛怎麼不太會動 欸那有可能就是你的機芯 需要保養 喔這個很好欸 因為常常有表友問說 欸郭大 怎麼判斷它 對 怎麼判斷要保養 啊有可能你已經 一段時間那個秒差都很大 你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你也不知道要保養 家裡也沒有測表機 對對對所以你也不知道 那這個你就可以很好去判別 欸不太動了 那就可能要進程維修一下 對 然後今年這個青銅器還有一個小細節 我也覺得蠻特別蠻喜歡的 就是它的指針 跟它的石標 是 都有做一個也是仿秀處理 因為我們青銅表格 它有一點偏黃 對 然後它的指針 在青銅的系列上面有去做拉絲處理 我覺得這個細節是還蠻棒 很多細節難怪我看了一副尬儀 而且我們現在都看到正面嘛對不對 其實背面也很不錯 對背面你看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來底蓋 底蓋是鈦金屬做的 就是防過敏 對有的人會過敏青銅 對它比較親膚性 而且有眷刻的一個 很漂亮的擴窗圖圖案 三隻海馬 還有星星 還蠻有趣的 然後我相信 不然又要看到它最喜歡的人 對對對我在等你講完 我要趕快講我最愛的 我才等你講欸 對 又是什麼 快拆表彈 快拆表彈 對 而且我們剛剛講 從200米的騎足鏈 到300米的三板帶 然後甚至到皮帶 然後雷達還有出 拿頭帶 他們所有的表彈都是可以快拆的 對就是可以互通快拆 而且我覺得 青銅這個材質 可以搭配很多顏色 都很適合 對阿都很適合 你就穿搭上面的風格 可以隨便換來換去 對很方便 對很方便 最後它還是 出能80小時的自動超能機型 嗯 實用性也非常高 實用性很高 而且三針 加上日期的這個功能 我相信也是 符合大家 一般的大部分需求 對阿 而且它的日期也很特別 它日期也是 走那種原汁原味的復古風 所以它的日期全部都是紅色的字 是 對紅字的日期 這樣你看也會比較方便 視覺上比較跳 對世界上比較跳 嗯 而且我相信 以布萊恩那種年輕人買錶 很重視的一個CP值 對CP值 對不對 這可以說是一個CP值超高的一個錶款 如果你目前當今市面上的銅錶來講的話 對青銅潛水錶 然後它又可以300米 對其實CP值真的很高 然後剛剛我們講那麼多的配備 對啊 欸布萊恩 欸郭大 講CP值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都沒提到 我知道啦 價錢 你不要那麼急嘛 我要講了啊 欸我很重視價格 我要聽一下 你說 對這隻青銅的庫克船長 價格是80400元 80400元 你看香型藍寶石玻璃鏡面 然後內傾式的陶瓷錶圈 對不對 然後80小時動力儲存機心 是 然後太金屬底蓋 然後還有這麼多種快拆錶帶 是 對而且你看它 錶殼錶罐錶扣都是青銅的 都青銅的 好 聽完了報告 那郭大真的附了它 不錯 真的是有喜歡 這可以當作我 第一支 第一支入勝青銅的目標 你的就不是目標 你就已經可以抱走 我現在也是目標 你不要亂講話 你已經可以帶走了好不好 好 以上報告到此 任何問題歡迎 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